好,这里是西澳大利亚 Cape Naturalist 这里的点是 是不是适合观坐头巾迁徙的点 看正面 运气好的话 可以看到坐头巾在正面迁徙 经过刚刚的景字 这里的步道修的还是挺好的 可以一直走到海边 这里有一个绝妙的观景点 就在前面,马上就要到了 好了,我们到了最佳的观景平台 这里可以观金 南京 这是什么?坐头巾吗? 南京会喷水,喷水很高 南、右京 Southern Rider Wheel 这有三种巾 然后你看它的旗是不一样的 南京是这种小的形 小的 大的 然后这个Hap Bag是很大的 这个是尖尖的三角形 这个是尖尖的 然后它们露出的形状也有点不一样 Hap Naturalist位于印度洋沿岸 就是现在这里 背后就是印度洋 它的面积占了地球大概有五分之一 它从南非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 也就是这里 然后呢,它的印度洋 以其壮丽的景观 和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美景来闻一遍 从这个方向往那边看 就是印度地南塔 从这个方向往那边看 就是南非 再往那一面方向去 就是南极大陆 好,我们回来 然后这个Hap Naturalist 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海岸线上的一个景点 它有着无尽的海滩 红尾的悬崖 和壮丽的海洋生态系统 这里也是观察迁徙坐头巾的绝佳地点 在合适的季节 几月到几月 9月到5月 9月到5月的话 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坐头巾 在海岸上游行 镜头对着 现在好像看不到 在海岸上游行